- 直接來試杯一下,我們來試杯看看 我們來試杯看看,目前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來試杯看看 雖然我們來試杯看看 我們來試杯 questions 我們要來試杯 我們來試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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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來詳細的看一下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來詳細的看一下這個包包到底有什麼神奇的功能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我們這個神奇的包包到底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個包包到底有什麼特殊的細節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個包包到底有什麼特殊的細節 然後有什麼隔層啊,到底如何來使用這個神奇的後背包呢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我們這個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這個背包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我們的背包到底可以裝什麼東西 然後到底有什麼樣的隔層還有它的設計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所以第一個我發現的超級棒的小細節就是這個 好,第一個我發現的超棒的小細節就是 好,第一個我發現的超棒的小細節就是這個 第一個我發現超棒的小細節就是它的背包 第一個我發現超棒的小細節就是它的背包 背包的背帶下面這個扣環的地方就是調整你鬆剪跟長度的部分 這個是金屬,就是真材實料 它不是像是便宜的背包啊,它可能是要減輕重量 或者是脫工減料就用一個塑膠 沒有,這個是直接用金屬的,非常真材實料 這感覺是可以用很久,而不會你跑一跑用很久之類 它就直接斷掉了 那這下面呢 那這個背包的調整長度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小小設計 就是一個小小的 那背包調整長度這邊 背包調整長度這邊也有一個超棒的小設計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 就是它有一個小環 讓這一條原本 背包下面這裡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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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背包下面這裡調整長度這邊 背包下面調整長度這邊我覺得也還不錯 背包下面調整長度這邊就是這一條繩子 你要罰你 背包調整長度這邊我覺得也還不錯 背包調整長度這邊我覺得也還蠻特別的 就是它有一個小環 背包調整長度這邊 背包調整長度這邊我覺得也還蠻棒的 它有附給你一個小小的 背包調整長度 背包調整長度這一條 背包調整長度這一條繩子 如果背包調整長度這條繩子也有一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它有一個小環 可以讓你的這條繩子固定在你的背包上面 而不會讓它這樣子甩來甩去 像是普通背包你就會有一條線在這裡甩來甩去 非常的討厭 都不知道它是要... 背包調整長度這一條繩子我覺得也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有一個小環 你可以讓它固定在背包上面 讓它不會甩來甩去 這真的是超讚 我目前沒有看到其他背包有這個小小的巧思啦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環的話 你就會跟普通的背包一樣 這條繩子就這樣甩來甩去 非常討厭 那背包...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我覺得... 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它的拉鍊是什麼品牌 但是...就這樣子拉起來了而已 這個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它的拉鍊到底是什麼品牌 但是就... 這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這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它到底是什麼品牌啦 也不是什麼... 這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它的這個拉鍊到底是什麼品牌 但是我能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滑順啦 你可以放一些小小的東西在你的背包前面 打開... 那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你要從... 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 你這裡有兩個小小的勾環 把它鬆開 你就可以把上面這個蓋子打開 那上面這個勾環的這個也是... 金屬的 就是... 又是一個真材實料的東西 就不是它是書 What? 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的話 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的話 它這裡有兩個小小的扣環把它鬆開 那這兩個扣環也都是非常紮實的金屬 它不是...馬... 然後是珍材實料的金屬 可以開車... 拿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 要開啟這個背包的主要隔層是... 這裡有兩個小小的勾環把它鬆開 我們就可以開啟上面的隔層 那這兩個小的勾環也都是�真材實料的金屬 前面有三層的 這個勾環可以依照你背包裡面裝的東西的高度 這個小勾環可以依照你背包裡面裝的東西的高度 來決定說你要扣在哪一格 所以你有三格的高度可以決定說 你要讓你的背包再矮一點或是再高一點 就是讓一個 那前面這個小勾環呢 前面這個小勾環它有三段的 前面這個小勾環有三個格 這個小勾環有三個小格層 這個小勾環有三段高度可以讓你選擇 就是你如果東西放比較少的話 你可以讓它在最下面這些格層 那你如果東西放很多可能像是有雨傘啊 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或者是平板電腦甚至是電腦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塞滿滿的話 你可以把它扣到最上面這一層 就是你空間有更靈活的使用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咧 OK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一個扣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兩個扣 OK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兩個扣 那我們這個背包 OK那我們就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扣 OK OK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我們背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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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然後你的背包就會變得一個比較扁的狀態 就是因為它比較偏向於時尚包啦 就是他們公司走了比較像是時尚包 所以你可能只是放個平板 或者是放個文件之類很薄的東西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帶著它漂亮走出門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讓你的背包變得比較扁 然後你東西就可以放 就 時尚包 好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扣環設計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讓我們的背包比較扁扁的這樣子 就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一個 OK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我們如果可以把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背包打開 然後我們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你的背包就會變得比較扁扁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它這個背包主要設計 就是他們這整個公司 設計的背包都有點像是一個 時尚配件嗎 就是 時尚啦 就是你可能每天帶出門 但是你雖然沒有要背什麼東西 但是你就會背著這個背包出門的袋子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沒有要裝很多東西的話 你其實可以把它扣起來 讓這個背包看起來扁扁的 然後… 看起來扁扁的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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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那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一個… 兩個… 扣環 OK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然後旁邊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讓你的東西不會讓它飛出來 或者是就是讓你的東西不會 OK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我們的內 OK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背包打開 那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它是用扣的把它扣上 你就讓裡面的東西